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其實想和大家分享 我剛才聽了馬遲 高拔聲說 現在內地的醫護 跟香港的醫護做的事差不多 之前因為他不太熟悉電腦 所以先讓他做其他東西 不太熟悉香港電腦系統 所以先讓他做其他東西 先讓他解釋清楚 馬遲就覺得很合理 也對 但莎姐沒有馬遲那麼好人 莎姐比較陰謀論 如果真的在這樣的安排上 因為他們最初來到 所以不適應 所以要這樣做的話 為什麼不早說呢? 為什麼要隔了一兩天才再補 再講呢? 這個是補獲 還是真的妥善安排呢? 如果是妥善安排的 其實也不需要內地醫護去 兜屎兜療做按摩 你可以兜屎兜療這件事 或者做按摩這件事 你可以找其他人去做 或者叫內地醫護去教 一些我之前說過的護理 那些助理去做 不需要他們馬上做 那你也不需要說 你可以立即告訴他們 那些電腦怎樣用 你是用了 可能一兩天 叫他們兜屎兜療 還是你拿過頭那兩天 去告訴他們 那些電腦怎樣用呢? 其實內地醫護一定會用電腦的 內地醫護 只是說電腦形式不同而已 其實好像我們的會計 就是這樣 我們只要有一個會計底的話 就算不同會計軟件 你都是學一兩天就完成了 不停地學 因為其實 會計軟件來說 你不是每個按摩都會用到 你不是所有東西都會用到 所以你醫療那些也是 你只是告訴他們 他們常用的 會是甚麼 他們又懂英文 他們是高材生 一定是懂英文的 我告訴你 他們全部都是 國內最頂級的醫療學院畢業的 他們一定懂英文的 放心 只是習慣和不習慣 我們讀會的時候 用慣是英文 但是中文是不是我們都不懂 不是 就是習不習慣的 他習慣一下就已經可以了 還有有個醫生 他講得很好 他就罵那幫不盡責的醫護 整天在護著飯碗那些壞人 他就說 什麼又轉英文又什麼 他說就算內地醫護是習慣中文 他說得很清楚 我們香港人不懂得看中文嗎 有什麼問題 他說得很對 我們香港人不懂得看中文嗎 我們有誰香港人不懂得看中文 如果不懂得看中文 因為我們真的回歸了這麼久 其實說就說 兩雲三語 中文都是官方語言 但是很多人都會崇尚英文 而不去用中文做一個官方語言 就是看那次地震 不是不是 不是地震 就是那次什麼 緊急通知 就看到了 為什麼要英文第一版走 先 不是中文第一版走 如果我是一個阿毛 他英文差的 或者他不懂英文的 他就會很害怕 那為什麼不是中文走第一版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幾的香港人 應該都懂得中文 香港基本上沒有文難 所以為什麼不是中文走第一版 這個就看到我們政府自己的取態 是什麼 另外就是 剛剛看到了 吳俊瑜大宇 他說 他 染了疫 接著病好了 差不多兩個星期 現在才收到政府給他的抗疫物資 所以SH 你收不到是很正常的 所以 內心等 你康復就會有的 你一天不康復都會沒有的 你放心 另外 講一下輕鬆一點 我自己看到 大家真的吐了很久 想去旅行 但是我依然提醒大家 在一天還沒解放台灣 一天還沒解放台灣之前 都不要去台灣旅行 不是說傻姐說要抵制 但是我怕你 也不是說去完台灣之後 要回來隔離十幾天 老實說 你去到台灣 你跟他第三世界沒有什麼分別 你會不會去印度 真的這麼說 你會不會去非洲 除非你去做義工 如果不然你會不會去印度 非洲這些地方 我不會去 我寧願去泰國也不會去台灣 我先去解放自己的立場 因為你去台灣 你等於 送自己去埃塚俄比亞 但你去埃塚俄比亞 你也知道你在做義工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你去台灣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去去旅行 還是去感受一下 這個叫做 第三世界的感覺 是因為機票 不用那麼多時間 飛起來 去感受第三世界 如果你是這樣想 那外灣真的幫到你 為什麼說是第三世界呢 外灣又停電 我們撇除疫情有多嚴重 我們不要說 因為現在它的數字都是在蓋著 也撇除 他們多討厭我們中國人 內地人也好 香港也好 我不管他們多討厭 現在外灣 吃的 以前我們很喜歡外灣吃東西 因為便宜 但現在外灣吃的是什麼 內豬 核食 你不要想著 我避開豬肉 我避開 你避開到豬肉 你也避開不到核食 你避開豬肉 你避開核食 你也避開不到牛 其實外灣 它是有來牛的 為什麼外灣那邊說 想這麼來豬 想這麼來豬 不這麼來牛呢 就是因為外灣人他們本身 不是很吃得起牛肉 因為牛肉是比較貴的 所以外灣人他們本身是以豬肉為主 牛肉是比較少吃的 那你就想想 你去一些牛扒店 其實可能它不是主要做台灣人生意的 它主要是做遊客生意 就是我們這些外地 他們叫外地 我們是去外灣過省的 他們是對著我們的遊客 去做的 所以他們外灣人不是很吃牛的 所以他們就算有入內牛 對他們影響都不大 所以你會發覺你去外灣是沒有食物的 有來牛、來豬 跟著核食 你還能吃到什麼 你還能吃到什麼 你難道每天吃生果 你這麼貴買一張機票去吃生果 你沒事吧 他們的生果都不便宜 好了 這東西吃已經很乞丐了 樹 你小心點 你在這個時候 國家還沒解放外灣的時候 你想想 撇除即時 二十四小時 解放外灣 這件事發生 如果是這樣 就恭喜你 見證歷史 這樣也還好一點 但是現在外灣經常停電 而停電 他們是沒有任何的 道歉 沒有任何想要改善的 那你就想想 萬一你住的酒店 你住在十八樓 也沒有十八樓 也沒有十八樓 十樓 停電的話 你是沒有電梯搭的 俄灣天氣 大家知道 跟香港天氣 又不會差得很遠 都是下雨 濕濕濕濕 你就想想 沒有電梯搭 OK啦 有些人走到十樓 就當做運動做健身 但是 沒有冷氣 你想清楚 外灣和香港 差不多都是有蚊 有烏鷹的 你想想 你沒有冷氣 如果它被你開窗 你就要與烏鷹和蚊為伍 你能不能解決 你不要想著有電蚊香 沒有電 還有電蚊香嗎 沒有的 如果開不到窗 你就被迫在房間裡有噴味 萬一你又不是很厲害 沖冷水涼的話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想煲熱水 沒有電 你怎樣煲熱水洗澡呢 對呀 對呀 問題是 不是只有你的酒店沒有電 停電 就大範圍停電 而且 外灣現在每一個城市都停過電 你不用幫了 只是 同一時間停一轉 還是停兩轉地方電 還是停三轉地方電 除非你說 我不怕 你認識台灣 工業名流 那些 做芯片很厲害 那些 台積電 你認識裡面高層 那你就可以進去 探一下冷氣 因為放心 到處都停它不會停的 到處都沒有水 去那裡都醉 如果連台積電都沒有電 沒有水 你整個台灣都不會沒有電 沒有水 你不用去其他地方 如果你認識台積電都那層 你就不用擔心 那次 最近 外灣的機場 就大停電 真的好東西 機場大停電 即是這樣 我們撇除 它的藉口有多荒謬 但我第一時間想就是 機場大停電 他們沒有後備電 他們沒有後備電 這麼笨 這麼笨 如果連機場 整個機場 可以大停電 的話 它沒有後備電 的話 那你能夠 保證到醫院 有後備電嗎 我不知道可能去醫院 有後備電 但我覺得連機場都沒有後備電 原來醫院是否應該正常都沒有呢 我已經 浮汗了 大停電的話 是否紅綠燈都沒有電 整個機場沒有電 我想是挺過癮的 然後他撇到原空 就說是因為有個師傅去偷電 所以導致機場大停電 我又覺得很有趣 一兩個師傅去偷電 為什麼偷到整個機場的電 機場的電不是有局部的電錶嗎 正如人家在我家裡偷電 隔壁屋都會有電 為什麼一偷可以整個機場偷的 這個就不是一兩個師傅可以做到 這是一個大集團做的 還有有些很厲害的分析員說 機場的電纜是很粗的 你師傅是剪不斷 也偷不到的 你真的要整個集團 拿大型機械才能儲存到這麼大量的電 你不是說機場是某一部分電 是整個機場 這固然是一個技術性問題 但問題是 你做戲也做好一點 給一點點成本 他拍出來 我心想 這是什麼電線 大概 從他目測 因為那些電線旁邊還有其他東西 電線就好像這條東西那麼粗 大概兩倍左右 兩、三倍 但是問題是 兩、三倍這些電線 這個是傻姐的磁石帶 兩、三倍這些電線 但厚的、粗的電線 都不足以去應付機場 你起碼要傻姐整條手套這麼粗的 但是目測他那些一定沒有那麼粗 問題是 你做戲也要加多一點點成本 反正都是做樣子 你裏面不需要真的有電線 你不需要裏面真的有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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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裏面這條銅線 很簡單的 成本可以省少少少不需要裏面有銅線 反正你只是給別人拍照 我們平時有些白色的水口 那麼粗的 那麼粗的白色水口 我們平時有些水口 紅色的那麼小的 我們裝水的 有些那麼粗的白色水管 即是水口那些 你用那些白色透明的 起碼那麼粗的油黑 你還有一點說服力 其實都沒有什麼 因為你整個機場大停電 但是你整個機場一拍停電 你用那些都還可以 你可以說有集團式的 那麼你起碼給少少誠意 連少少誠意都沒有 你要那些人信你 那些智商只有幾天 如果那些人是真心信的話 那條有到好像ASA 即是這個兩倍至三倍的 這樣都可以是機場電線的話 可以的 機場廁所的那條電線 就差不多了 即是燈啊 水箱那些 即是機場廁所附近 一兩個機場廁所就OK了 所以我覺得 那些電線都很困難 那些電線都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 做戲做好一點點 信他那些又真的 可以的 然後有些官員 他真的當那些人是 白癡的 然後跟他說 其實不是只偷電的 老鼠呀 就是蟲鼠 蛇呀 那些都是會咬爛電線的 就是蟲鼠呀 老鼠呀 蛇呀這些 都是會有機會咬爛電線的 所以是會造成停電的 然後第二天 高雄停電呢 就捉到兇手了 一隻蟲鼠 你真是厲害 如果高雄停電 你不要說是高雄市停電 你家裡停電是一條 是一個蟲鼠咬爛你的電錶 你覺得這條蟲鼠 還生歐歐 不變了舊炭 一隻蟲鼠可以搞到你高雄市停電 搞到你家裡停電就還可以 還要去咬爛你家裡的電錶箱 如果不是咬爛你家裡的電錶箱 最多好像薩姐咬爛阿薩姐的電線 最多就是阿薩姐的螢幕 沒有電的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要等到 國家解放完台灣之後 然後國家說 大家可以 國家還要說 台灣現在安全了 我們掃了萊豬 萊牛 核食走 你放心 我們搞好一些機件 不會停電 我們搞好一些交通 不會撞什麼 高鐵不會撞什麼 不是高鐵 對不起 他們沒有高鐵的 他們有高危鐵路 他們不是有高速鐵路 他們有高危鐵路 告訴你高危鐵路已經搞回電 變成普通鐵路了 我們才好去外灣 不是你跟他 真是老實說 你等一會 那時候去阿里山有些小火車 如果不是你真的 你上阿里山 坐小火車 就等於你 你玩過山車 隨時沒有命 賠 你小心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上阿里山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 但是外灣應該這麼多年都沒有變 然後你下山的時候 那個站 基本上沒有東西為風 人們拍照的小火車 是站在出鐵路的 是拍照的 大家知道 外灣的工危火車有多危險 就算是小火車 也可以是工危火車 會不會突然間有一次失控 撞 不知道 所以我們真的要等 解放完 即是外灣 國家說OK啦 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住了 已經開始 起碼等外灣人沒有那麼蠢 我們才好去外灣 那當然 另一個是自己自私一點的想法 外灣 沒有人在外灣 所以當然可以很豁達 第二就是 我們有得外灣窮 然後 這是很自私的想法 對不起 是我自己的私心 有得外灣窮 所以現在傻姐也是 看到外灣的肉 那些 竹竿什麼竿 都不買的 不是怕來豬 是要抵制它 即是 讓他們 越沒有錢 然後 到我們解放外灣的時候 再帶給他們旅遊員 他們就會知道 我們祖國 我們 同胞 是對他們幾好 原來回歸了我們祖國之後 有這麼多好處 這個是我 很人渣的 你可以說我是人渣的 但我真的有這樣的心態 這次就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